你听说了吗 有些人谈着谈着恋爱 就被当成土铅的猪 你以为你陷入了一眼万年的情网 实际上却建了冷酷无情的 杀猪屠宰场 今天啊 小乔就请大家看一出 贾先生和乔女士的大戏 你好呀 你朋友圈里的风景照很美 请问你也是一个人在欧洲吗 是呀 我在欧洲待了很多年了 你呢 回你一样 话说一个人在欧洲 在外打拼挺不容易的 你一个小姑娘 还要多注意安全呀 一个人在外面确实挺害怕的 要是身边有个人陪着就好了 别担心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 我最近听到一首好听的歌 分享给你 天哪 你也喜欢这个乐队吗 对啊 喜欢很多年了 他们的歌旋律很专 哇 感觉咱们两个品味很像啊 而且脾气也相投 这几个月和你聊天很开心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不知道这样说 会不会让你感到唐突 我希望你能融入我的生活 我也正有此意 宝宝 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感觉你经常很晚才回我信息 哎呀 我最近一直忙着钉盘 忽略你了 我的小祖祖 对不起啊 没事 你家忙事业嘛 不过 钉盘是什么呀 简单来说 盘就是一个理财平台 利息银行可高不少 但是呢 投资人得看准时机在头前 但现在就是风口很好的时期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嗨 其实不难 要不你也投点小钱试试 反正最近怎么投都是赚 那我试试 哎 真的赚了 提现也成功了 没错吧 虽说投资有风险 但趁着这个红利期多赚一点 感觉也不亏 最重要的是 多赚点钱 我才能给你一个好的未来嘛 谢谢亲爱的 说到这儿 我也给你推荐一个 能赚钱的网站吧 这小妮子不按套路出牌啊 咱还别我介绍起赚钱平台了呢 咱在这个网站上下注 买大还是买小都有套路的 你跟着我买肯定赚 好家伙 原来是同行啊 套中套我这是 谁跟你是同行 晦气 我是 早就知道杀猪盘的套路了 赶快如实交代 好好好 我说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从各种社交软件 相信平台找合适的住 像你这种一个人在一厢 有渴望感情的女生 绝对是我们的首选目标 为了能和你搭上话 取得你的信任 我们早就把你在社交媒体上 所有资料扒了个遍 然后根据我们的话术大全教材 树立一个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人设 跟你聊天 而且呢 我们会让你感觉咱们是一起 在尝试这个平台 只不过我比你稍微有些经验而已 这样你就会放下借心 觉得咱们是身在一根裤腰带上的蚂蚱 安心的白线投进去 等你完全信任我们 我们就会让你网平台上投一笔大的 之后借金额太大500提线的名头 让你交税 再之后我们就拉黑跑路 江湖再也不见了 你们这感情牌打得可真溜 从小名到成长经历 编得可真全火 那当然 我输了一个靠谱有钱有学识的人设 不跟你描绘上想未来 谁信你啊 除了多金精英帅哥 我还能变温柔可人的美女呢 我们从网上搜索了一堆热辣美女照片 也有一些男的和我们多聊 只要他开了视频 或者发了他的私密照片 即使他不往平台投钱 我们也能狠狠讹他一笔 而且跟你聊天的不止我一个 一共有四个人呢 你往哪儿走 我们就往哪儿扑往 等着你往里跳 好家伙 我看你们还挺会紧跟实事的 之前是比特币 挖矿 现在又是什么游戏网站 可不呗 像博彩投注类的 都有我们自己控制开奖结果 这些实际下大致的投资项目 在网上都能搜到资料 对于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 我们当然得让他们看到 这些项目有最大的钱藏利润 他们才能更新投钱嘛 唉 大家看到了吗 杀猪盘的套路都是一环接着一环的 甭管你文化水平多高 他都有应对方式 想能做的就是提高警惕 不随意和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 大家也可以下载 国家反债中心APP 来帮咱提个醒 切莫陷进他们的假情假意 真圈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